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主要表现还是一个就是约胸失调的改变 我们刚开始好多把它认为的是一个公农胸子宫出去 所以表现的就是约胸失去规律性 我们正常就是28天30天一次约胸 它可能十几天就来一次约胸就没有规律了 表现的也可能就是淋漓不淡少量多次出血 也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大出血 大出血的机会比较少 主要表现的就是淋漓不淡的出血 但是长期的出血的话 就可以导致病人有些贫血的症状 所以中生 那我们在这个必烧的下 它的诊断就是发现它就是一个忠厚 异常的忠厚 那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工匠中的下做一个诊断性刮工 诊断性刮工以后送到病理检查 病理检查就会我们会报一个 它是一个单纯性症状 还是一个复杂性症状 还是一个非典性症状 或者是癌 那我们就是根据它这个病理的结果 我们选择治疗 感谢门 感谢观看 突然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